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共国劳百姓已经被房贷压榨的除了债务啥都没有了的时候 在继续向民间最底层最弱势者搜刮已经榨不出油水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 在明知中共日益虚弱 财政枯竭 无力给付维稳经费开支 政权结局必然是崩溃的时候 走狗们会饿死也不反抗吗 当然不会 目前 在实际上的维稳能力正因资源快速流失 实力快速衰弱而削弱时 中共具以维系政权安全的是什么 是信心 正是你们对中共还能执政50年的信心 这份信心在越远离权力中枢的地方越充足 而维持这份信心 才是中共宣传系统洗脑工程的重心所在 中共是个利益集团 小人之交 因利而聚 利益尽则散 把中共内部的各派势力团结 在习近平周围的唯一理由是利益 当习近平扭转改开政策 促成中美脱钩 让中共国走上朝鲜道路 寻求经济利益 寻求权力寻租机会的那些人 其实就已失去了继续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理由 这时 他们继续支持习近平的原因 就只剩下了安全 是的 总有一些人认为 对暴君忠心耿耿 牢牢抱紧暴君的大腿 是最安全稳妥的生存方式 就像总有一些A股的股民认定 只要不割肉 不斩仓 不论股票低到怎样的地板价 不论这只股票被各种数据 各种调查证实是多么的垃圾 股价最终一定会涨回来 中共一直在助长这样的错觉 这几年 中共着重宣传的 使民营企业家把钱存到海外 却被欧美没收 没了中共 天下一定大乱 中共就算走朝鲜道路 也能继续执政200年等论调 中共在宣传中极力营造的印象 使只有中共 使未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间 渴求安全的人唯一能依靠 能信任的安全感来源 是全球所有国家都没有中共治下安全 早有网友总结过 对中共的宣传反着看就对了 所以请仔细想想 哪怕你仅仅是想象一下 中共能维持统治很长时间这种信念 如果在中共内部的知情者那里崩塌 会引致怎样的后果 中共利益集团内部的每个人 都是通过各种道德逆淘汰筛选出来的 绝不可能有理想有信念的人 这是一群纯粹的人 纯粹只看利益的人 一旦他们发现 中共虚弱到既不能提供经济利益 也无法提供安全保障 他们就会全力为自己私利打算 而且是争先恐后的为私利打算 就像俄国今天向世界呈现的那样 一旦主弱沉强伟大不掉 暴君就会面临原来的手下 快准狠的反噬 而在中共国 并不存在像瓦格纳一样的 在战争中汇聚了力量 锻炼了能力的单一势力 在中共国 一旦主弱沉强的局势 从内部看来明朗化 习近平将遭遇的就是狼群的轰强 每股掉头抢夺中共参与资源的地方势力 都需要尽快出手 因为有几十个林省 林县会在这场轰强中成为自己的竞争者 那时习近平面对的情势 会比今天的普京危及一百倍 今天在中共国 那些拥有维稳能力的组织和部门 为什么还肯服从党中央 因为他们对中共未来至少能执政五十年的信心 还没有动摇 可是这份信心 真有现实的保证吗 不是通过说一万变刻进他们脑海的谎言吗 中共真能皇帝差恶兵 不花钱就保持解放军的忠诚和战斗力 不需要花钱保养飞机坦克大炮 不需要消耗但要训练新兵 中共真能从现在这批哪怕倒掉起来抽打 裤兜里也掉不出一个铜板的防奴们身上 继续压榨出往后五十年的维稳经费吗 习近平是个顽固 他不懂 他还在做伟大复兴梦 还盘算着武统台湾 德迈三皇 功超武帝 但那些跟着中共混饭帮钱开油水的人精们 就算现在还受中共宣传蒙蔽 还认不清中共政权已岌岌可危 就要靠宰杀走狗来维持饭桌体面的真相 也不会糊涂太久 老百姓不敢反抗 不会反抗 瓜们啊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高层干部 你不敢反抗 不会反抗 别人呢 等到别人开始动手的时候 你要如何自处呢 各位墙内的朋友 体制内的推友们 想想吧 想想吧 以上佛瑞德里希斯式的常推 有兴趣的朋友 请关注他的推特 深入交流 认清现实 真爱生命 慢半拍 周周砍 直说实话不讲故事 欢迎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